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贵宾们受到首都女青年的热烈欢迎 10月17日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 周恩来总理 会见了马桑巴戴巴总统夫人 和阿里萨布里副总统夫人 和阿里萨布里副总统夫人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黑龙江省双压山矿物局 领东煤矿的东风青年采煤队 连续13年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和省市煤炭系统的先进集体 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处处处处处处备猩火 建困难就上 协作精神好 工人王星辰 还坚持用扫帚扫清浮煤 几年来 共回收了两千多吨浮煤 工人们力争多产煤 支援国家建设 辽宁省朝阳县六家子公社 是北方地区的棉花大面积高产样板 这里是个山区 全年无双期 只有150天左右 社员们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 摸清棉花生长的规律 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做出了出色成绩 今年春天 这里干旱无雨 百户大队的社员 用挑水点中的办法 战胜了春汉 又争得了一个丰收年 去年 全大队的棉花 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一十斤 今年比去年又有所增产 这层层叠叠的梯田 都是去东金春修造的 陕西省延安县城关公社的社员 以大寨为榜样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励志改变荒山秃岭 在去东金春 大修水平梯田 如今 梯田上生长的庄稼 已经成熟 市场沟生产队的社员 在梅子地里 为明年选留两种 社员们收割骨子 利用田边种的南瓜 也获得了好收成 延安农场的玉米 个儿大粒儿宝 也获得了丰收 十月一日 新疆乌鲁木齐市 各族人民十五万人 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六周年 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自治区主席赛福鼎 在大会上讲话 中央代表团团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向新疆各族人民 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各族人民怀着无比欢乐的心情 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自治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各条战线上 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人们在歌在舞 怀着对党 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赞美着幸福的生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是盛开在我们祖国花园里的一朵红花 在党和毛主席的培育下 它将开得更鲜艳 更美丽 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维尼伦工厂 已经全面投入生产 电石和醋酸 是制造维尼伦的主要原料 把电石和醋酸等变成维尼伦 中间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 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 维尼伦是合成纤维的一个品种 它的耐磨 强力和吸湿性能都比较好 用它织成衣料 既柔软又耐穿 维尼伦还可以用来做包装布 运输用帆布 鱼网和绳索等 在工业上有广泛的用处 唯一齐枪 这些艺帽子 老山 公司 老山 我们都很多 这些艺帽子 老山 把绳子 那还 鱼 切 狗